那么随着杜苏蕊已经登陆大陆福建 台湾本岛总算已经脱离台风的影响 周秋的天气还是不算太稳定 理由是因为虽然杜苏蕊台风远离 没有明显的西南气流引进 但是吹起了偏南风 带来的水气量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在午后热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 山区会有些局部大雷雨出现的可能 天气整体还是不太稳定的 而体感方面来说夜晚是蛮舒适 但是白天就蛮闷热的 普遍都有31到34度左右 好 雨区预报就显示了 今天主要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在东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比较高 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而南部地区的降雨比较趋缓 都是相当零星的 其他的地区则是大多数都是多云天气 但是中午过后就要留意了 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 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雷震雨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一带 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 建议今天如果要外出出游 都要携带好雨具来备用了 我们也要来看到 虽然杜苏瑞走了 但是新台风卡努又接力深沉 有别于杜苏瑞 它的路径非常的迂回 而且行径是忽快忽慢 未来卡努预估会以非常快的速度 就直接朝着日本琉球南方海面来前进 有可能在下周二达到墙台的等级 下周二也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预估就会经过台湾北部海面 研判直接清洗台湾的机会 应该是不高的 但是有可能在下周后半段时间 为台湾附近引进比较明显的 西南风水气降雨情况 就会比较明显的 但是后续整体的变化 还是要持续来观察 而未来景天的情况来说 明天的水气量还是比较多的 要留意的是午后震雨 山区的部分比较多 平地部分是局部性的 而到了星期一星期二 午后震雨还是有 但就比较没这么多了 到了星期三开始 就要开始留意卡努带来的影响了 台风外围引进西南气流 南部地区降雨情况会比较明显增加 预估星期三 四 五这三天 都会受到影响 其他的地方则是白天多云道勤 午后依旧要留意的是雷震雨情况 好 小丁您就要提醒 如果今天有计划外出要特别当心 因为台风刚过的关系 危险地区像是这个山区还有海边 还是暂时不要前往一侧安全 接下来就带你关心 隔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